歡迎大家收看國行電訊的Youtube頻道 如果你想訂購Nokia的產品記得聯絡我們 我們的WhatsApp是97964328 這部電話我們有送一張玻璃貼和水晶圖給大家 還有額外的一連代送國內原廠做維修保用 說回正題 這部X5上市時是非常低調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未必知道有這部電話 定價方面零售價是十分低的 大概是千元價位 跟X6一樣定價是十分便宜的 但這部機器會比X6小一點 雖然定價是入門版的市場 它竟然是用上高性能的CPU 就是那顆Helio P60 EW是用12納米造工的 即是工藝 大4核和小4核 加上就是8核心 最高時物是可以行到2GB 根據電話的情況 是開大核還是開小核 這顆Youtube 其實是和曉龍660不分上下的 所以它的售價方面絕對是有上級吸引力的 因為如果你找一部小龍660的 你想找一部千多元的 我相信現在是比較難的 但如果你是玩這顆Youtube 就可以做到千多元的價位 其次機身方面是5.86吋 是雙面容易黏一點 換玻璃的 是流海式的設計 這樣看得清楚一點 是流海式的設計 在網絡方面 是支援雙卡的 官方那邊說過 這部機是支援雙卡雙四指雙 全LTE 現時我這裡沒有兩張SIM卡可以試到 將來如果試到OK的話 會和大家說回 再加上這部機是日行超純正的Andra 8.1 官方那邊 承諾大家每個月都有安全的更新 還有可以優先升上Andra 9.0 即是Andra P的OS 整體的UI都是十分純正的 只有這麼多 內置是有收音機的 現在你可以看到它沒有Andra 鍵 但你可以調整出來的 因為現在我是用全面平手勢的 如果用全面平手勢 就覺得佔比特高一點 你可以進入這個設定 有一個進階 有一個進階 應該不是這裡 哪裏弄出來的 顯示那裏 它有個位置可以調整出來的 這裏 如果你想用Andra 鍵 也是可以的 那這裏 還有Retune 鍵 兩邊是可以調整的 現在全部都是玩全面平 都是玩全面平手勢的 這樣 剛才講過這顆CPU 是高性能低功耗的 整體跑分呢 剛才也跑過一次 有135500分的 某些 測頻 就跑出 136000分 是相差500分的 所以這顆Yield 真的不弱的 真的和大家講一聲 再加上它的定價 是十分吸引的 如果你違反港幣的話 你買一部3加32 都是 現在是 一千多元 一千元 多些少 但如果你買4加64 可能就會加多些少 有4GBW和60GBW 另外 還可以 加記憶卡 是 256GB MicroSD 如果加記憶卡 就用不到雙卡 即是3算2卡 電池 電池 內置了 3060mAh 電池 火牛 標配 5V2A 這顆CPU 是有Ai 即是獨立的Ai 晶片 所以它在Ai 散電方面 續航那邊 可以長達27小時 這些都是實現室的數據 這顆CPU 我們先看看機背 機背 機背是2.5D的護面玻璃 這是黑色 另外還有藍色 質感 摸上手 這顆CPU 也是挺圓潤的 滑的 那 充電位 也是用上TC的 還有3.5mm耳機 耳機 這個位 這個是TC的 這邊是喇叭 因為現在的黑色 很難拍到出來 右邊是音量測和Bio 左邊是 卡槽位 鏡頭方面 也有後置1300 加500萬像素 PDF 上位對焦 前置也有800萬像素 這部機 這部機 就會比X6 小一點 如果你想玩小機的話 這部是OK的 好了 如果你想買這部 記得聯絡我們各行電訊 我們的WhatsApp Number是9796 4328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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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